感恩 念的很少 在孩子高考前 我只给他念了五张经文组合 放了大概三百条鱼 他只比录取先高一分 考进九八五大学 去年寒假 我儿子告诉我要考本校研究生 我想着 我已经学佛四年了 应该好好的 用师父教我们的五大法宝 来为孩子助力了 在许愿的过程中 还有一个小插曲 就是我不知道 到底要给儿子许愿 多少张经文组合 就许了三百张 在考试前念完 后来在回家的路上 我又觉得许得多了 改成一百零八张 是不是正好 就是这个想法出来后 我的腿有点迈不动步子 后背发凉 刚好我儿子也回家了 平时他一回家 就很开心的和同学语音聊天 讲话唱歌 这次回来后就告诉我感冒了 头疼要马上睡觉 我就意识到我的组合许少了 不该反悔的 接着我马上又重新许了三百张 另外又加了其他的几个愿力如下 一在儿子考试前送三百张组合 二帮助儿子念一百零八便利佛大忏悔文 三放生一千二百条鱼 四转度时个人的功德和其他部分功德给儿子 五事成之后现身说法 我把愿力发出来以后 接下来就是努力践行愿力了 时光荏苒 日月如梭 不知不觉中除了组合 另外的五个愿力已经完成了 儿子也到了考研的时间了 其实在考研前是一段特殊时期 很多考生生病发烧了 有的病情严重不能去考场参加考试 我儿子竟然一点也没有受到影响 元气满满的参加了考试 在考试前我准备了两张新经的自修经文 他一共考试两天 我就一天烧一张 还烧了十四张经文组合 每天七张 另外 请的群里吃全素的义工 师兄们帮他助念了两天 在考试的第二天中午 我午睡了一小会儿 就梦到一个场景 说是一个叫XX的人在帮我找积分 我想 那XX就是航天员了 那就是天上在帮我儿子找分呢 我觉得孩子这次应该能考上 在成绩公布之前 我又做了两次梦到孩子考分的梦 虽然和实际出来的结果有出入 但是梦到的考分都很高 梦中是儿子查到的 告诉我过了 现实中最后成绩也是孩子查到的 分数很高 比富士分数限足足高了72分 因为孩子出试完还有富士 其实在出试后没几天 我就把许的三百张组合送完了 在出试成绩公布前 每周给他的药经者送三张组合 在出试成绩公布后确定要富士 就每周给他的药经者送十张组合 在富士时我同样念了两张自修心经 富士时每天送一张 富士期间烧了21张组合 每天烧七张 同样在富士的过程中 群里的师兄们又帮助他慈悲助念 在富士的前一天晚上 我又给儿子转部分功德 在富士成绩公布前 我已经帮孩子放了一万两千五百条左右的鱼 送了三百五十张左右的组合 在富士的当天早晨 我就梦到我儿子要过一个门 我给他一个类似钥匙的卡 可以打开门 在出结果前 我又梦到类似门的一个场景 我就觉得 菩萨在给我托梦 让我放心 孩子富士可以过关 结果确实如此 在富士完的第二天 录取结果公布了 我儿子在录取名单之内 一共招生92个人 他排名第十九 感恩观世音菩萨保佑 感恩师父保佑 我们只管耕耘 不问收获 只管做观世音菩萨的牵手牵眼 其他的一切菩萨都会给安排的好好的 希望看到这篇分享稿的有缘人 赶快捧起经书学佛念经吧 要相信佛法可以改念 观世音菩萨真的存在 观世音菩萨闻生就酷 有求必应 我们殊胜法门灵验无比真实不虚 我的分享结束了 分享中如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 请南无世家谋尼佛慈悲原谅 请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 请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和龙天护法菩萨慈悲原谅 请师兄们批评指正 我自己的业障自己悲 不让师兄们悲 分享中如有不如法的地方